在一个自由的敬拜当中 我们不需要去想 我等一下要发出什么声音 或是我要说什么话 因为我们的灵超越我们的魂 超越我们的身体 超越一切的一切 你只是要把你自己放松 让你的灵来带领你自己 今天要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我讲这个主题等于是一个鸟侃 也许我们要花好一段的时间 我们要进入上帝带我们 要进入的一个改变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新的季节将要兴起 所以我们今天要先踏出这第一步 让大家知道 我们在这个新的季节里面 我们所要进入的一个主题 就是要成为神的儿子 就是要成为神的儿子 大家记得我们上次 上个月的时候 我们提到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的 一个葡萄园的比喻 记得吗 有一个家主 他要找人去他的葡萄园里面工作 那么他跟第一个人 奖定价钱 奖定工价 是不是 然后呢 他就进去工作 从早上开始 一直做到晚上 然后后来呢 这家主又看到 喂 外面怎么还有人闲站着 他说好吧 你也进去 然后这时候已经是到 中午了将近下午的时候 最后又快要放工之前 他看到外面还有人在闲站 他就说 那你们也进去吧 结果他发放薪资的时候呢 最后进来的人 先前跟他奖定工价的那个人 竟然是一样的工钱 哇 所以我们说呢 神跟每一个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他跟第一个人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那个人是说他所雇用的工人 所以工人跟他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约的关系 这个约的关系 就是一个对价的关系 他跟他签合约 所以他是他雇用的工人 可是他后来呢 找进来的这些人呢 他也没有跟他们讲要付多少钱 那那些人呢 反正也是没有事做 在外面闲站 有人找他们 他们就很高兴 就跑到葡萄园里面 所以呢 这个第二批跟第三批的工人呢 他们并不是跟这个主人 有一个对价的关系 而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一个信任 一个恩典的关系 是一个恩典的关系 因为他也没有说 他要付他多少钱啊 然后尤其是最后一批工人 最后一批工人都要放工了 都要结束了 他说算了你就进来吧 免得你在外面失业 那没事可以做 所以他真的是有很大的恩典 所以呢 这个比喻他最后告诉我们说什么 再后的要再钱 哇那有些弟兄姐妹 在这个小组里面讨论 再后的要再钱 那我是再钱还是再后 我最好是最后的那一个恩典 其实呢 在这个比喻当中 就是讲到我们跟神的不同的关系 有的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 就是一个合约的关系 这个对价的关系 好像说呢 神啊你这个话语说什么 然后我做我的部分 你做你的部分 然后我们有一个对价交换的关系 他跟神之间是这个关系 那可是还有的人呢 他跟神之间是不同的关系 是一个信任 是一个倚靠神恩典的关系 所以我们当然是最后的结论 是再后的要再钱啊 是不是恩典当然胜过律法 走在恩典当中的人 一定是胜过走在 这个靠跟神对价关系当中的 这种的关系 所以这个比喻主要是在讲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后来我们又讲到在马太福音11章 讲到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他被关在监狱的里面 然后呢 他怎么没有人来救他 所以他就很怀疑说 他所宣扬的这个耶稣基督 到底是不是弥赛亚 那么耶稣怎么说的呢 他称赞这个施洗约翰 他说他是这个先知里面 他说他比先知大多了 这是主耶稣对施洗约翰的称赞 他说这个施洗约翰 他比先知大多了 基比者上次牧师怎么讲 说为什么他比所有的先知大多 比旧约的先知都更大 为什么 因为旧约先知都是来宣告 耶稣基督快要再来 对不对 可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 为主耶稣基督开道路 唯有施洗约翰 他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 他来为耶稣基督开道路 是真正的主耶稣来了 所以他的地位 就是跟其他的先知不一样 就是先知里面最大的就是他 就是旧约里面先知最大就是他 他为了这个真实的 新约的开创者 所谓耶稣基督来 让我们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 就叫新约 跟我们有一个新的关系 那他为他来开道路 所以施洗约翰的角色呢 神说他比先知大多了 因为他为耶稣预备道路 耶稣下面还又讲一句话 他说呢 可是在天国里面 最小的都比他还大 为什么在天国里面 最小的都比他还大呢 因为我们想到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 告诉我们说 神说如果你要进神的国 你就要 他跟尼克迪姆讲 你如果要进神的国 你就要如何 重生的意思是从哪里生 水和圣灵生 然后牧师说 重生的意思是 原文的意思是 从上而生 啊对了 所以呢耶稣说 凡是妇人所生的 都没有大过施洗约翰 可是我们是不是 妇人所生啊 如果我们按照 天国的眼光呢 我们是从哪里生的 我们是从上而生 所以他说 凡妇人所生的呢 没有大过施洗约翰的 就天然人来讲 就是我们地上的关系来讲 我们每个人 都是妇人生的 如果是按照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们没有一个人 大过施洗约翰 没有一个人可以 像施洗约翰一样 在主耶稣来之前 为他开道路 他做一个先导 做一个先驱 可是呢 耶稣说在天国里面的 最小的一个都比他大 因为在天国里面的 每一个都是 从上而生 是从上而生 是从天国生出来 不是从人生的 是从上而生 讲到我们的地位 讲到我们的身份 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不一样的 不是用人的关系 跟神的关系 而是我们是 从神的国度生出来 从神而生 大家知道吗 当我们受洗的时候 我们从上而生的时候 不仅是我们 在属灵界里面的地位 跟身份 还有我们实际的灵的位置 已经在天上 在我们的DNA也有改变 这是以前 科学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 大家不太知道 现在发现在我们的DNA 我们DNA是不是两骨 大家知道我们DNA 长什么样子吗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去看我后面那本 英文书的那个封面 两骨DNA 可是在我们受洗之后呢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呢 就会有第三条DNA进来 可是第三条的DNA呢 它有一个特殊的光 才能看到 因为它是光 有第三条的DNA 就进入到我们的里面 所以甚至于我们的身体 都会有所改变 所以从上而生 不仅是我们在灵界里面的地位 在我们的灵 它搬家 本来是跟神没有关系 然后从上而生 真实的神的光 回到我们的DNA里面 所以我们整个人 是全然的不一样 是全然的不同 这个就叫做从上而生 加太书三章二十六节 告诉我们说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都是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怎样做神的儿子呢 就是信耶稣基督 所以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以后 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 罗马书八章十四节说 凡是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知道 要做神的儿子 就是至少要有这两个条件 对不对 第一个你要相信耶稣基督 你要相信他所说的一切 你要相信他 然后呢 再来呢 要被神的灵引导 要被圣灵引导 要顺从圣灵 这样子就是神的儿子 所以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呢 你是神的儿子 没错 那么在以弗所说二章十九节说 当我们受洗 让我们接受耶稣之后呢 我们就不再是外人 是客旅 不是外人 不是客旅 是神家里的人 是与圣徒同国 是与 就像我们在圣经里面 读的这么多圣徒 我们跟他同一国 跟他同一家 是神家里的人 所以我们要看几节的经文 我们看到以弗所说第一章 好 我们要从第三节读到第十四节 从第三节读到第十四节 为什么要读那么长的经文呢 因为他在原文里面 第三节到第十四节 就是一句经文 很厉害 很厉害 希腊文很厉害 他可以这样串来串去 这么长 就是一节经文 好 所以我们慢慢读 大家找到了吗 好 我们一起读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 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 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 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 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着称赞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了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只等到神之名被赎 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那么在第三到第十四节里面 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词 常常的重复 大家有没有觉得你常常读到一句什么 在基督里 有没有一直读到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然后还有什么 借着他 借着基督 有没有借着 然后在基督里 这个借着 这个借词呢 他本身除了经由 或者是就好像借着的意思以外 他也有在什么里面的意思 所以我们把这个借着 还有在基督里 在爱子的里面 把它全部算起来 哇 这一句的经文 因为三到十四节是一节经文 里面呢 就好多处 至少我自己算一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大概有九处 都有在讲到 在基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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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真的在哪里啊 你真的在基督里吗 不太确定 这个圣经告诉我们 你们在基督里 有 我们都已经在基督里 那现在基督在哪里 我们来看第二章 翻过来 以佛所书第二章 第五节 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 坐在天上 所以现在你坐在哪里 你坐在天上 你说没有啊 牧师我坐在这里 可是牧师以前讲过 我们身体里面的每一个分子 每一个细胞里面最小最小的粒子 它存在在这个世上的时间 只有全部时间的二分之一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这是现在科学发现的 因为我们现在有量子 量子物理 量子力学 量子什么 其实大家可以多去读这方面的资料 它非常有意思的 我真是觉得是神把这样子智慧赐给这个科学家 量子物理 量子力学 其实它本身的形容 就是形容灵界里面发生的状态 所以它有很多是无解的 你不能够测到它 不能像那个古典物理 不像牛顿的古典物理 你可以测啊 什么速度啊 你看到它 然后什么从哪里 重力加速度啊 反作用力等等 不是那样子的 他们会测到这个粒子 存在 然后不存在 不知道去哪里 可是你观察它 它就存在 好像这个粒子 它是有意识 它知道你要观察它 所以它就存在 所以在量子理学里面告诉我们 每次讲到量子 我就会多讲一点 所以你观察这个量子的时候呢 就是 你观察它 它就存在 你不观察它 它就不存在 换句话说呢 在每一个状况之下 都有各样不同的可能性 如果你观察 哪一种可能性 它就存在 如果你不观察它 它就不存在 换句话说 我观察 比如说我一百种 一千种可能性 我观察其中的一种 其他的 九百九十九种的可能性 就没了 而粒子 那物质存在的 先决条件 就在于 你有没有观察它 所以你知道吗 如果有任何一点的时间 神没有想到我们的话 我们就不见了 宇宙一切存在的原因 是因为 主在看它 这是科学告诉我们 因为主在看它 所以它存在 因为主想到我们 主看我们 所以我们存在 如果主有任何一个时候 它忘记我们 我们就没了 所以虽然呢 我们好像坐在这里 可是我们其实有一半的时间 我们实际上 你的细胞 你的一切一切 一半的时间都在哪里 刚刚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 在基督里 然后基督坐在 天上 所以我们坐在天上 跟基督在一起 OK 所以做神的儿子 真的是很不错 对不对 我们现在都知道 我们真的是 我们有一半的时间 是在天上的 只是它 非常非常的 这些粒子运动的 非常快速 你不知道 它其实是 有一半时间不存在的 包括我们的讲桌 包括我们的椅子 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那个才是一个实际 这是我们实际的现象界 原来是这样的 我们跟主一同坐在天上 我们看到 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四章 加拉太书四章六到七节 怎么说 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可见 从此以后 不是奴仆 乃是儿子 既是儿子 就靠着神为后四 所以我们是生在基督的里面 我们既是儿子 神就差遣他 儿子的灵 进入我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所以我们的心里有儿子的灵 神差了他儿子的灵进来 我们从此以后就不再是奴仆 而是儿子 所以这里讲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不是奴仆 是儿子 神不是公投 神是我们的父 所以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 是这样的 然而呢 神的儿子呢 也是有不同阶段的 在希腊文里面就有两个字 一个叫teknon 意思就是 就是年纪很小的儿子 不成熟的儿子 就不成熟的儿子像什么样呢 就像加太书四章 第一节开始所讲的 保罗说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 虽是前业的主人 但为孩童的时候 却是与奴仆毫无分别 你看 孩童跟奴仆毫无分别 对不对 如果我们这样做父母的就知道 小孩子小的时候呢 你一定是要教他 你不教他 他什么也不晓得 所以你要教他 这个奴仆不是说要虐待他的意思 那种奴隶的意思 而是说 他自己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他不够成熟 他没有什么自主性 所以你必须要给他规范 给他律法 什么时候该吃饭 什么时候该睡觉 昨天傍晚的时候 刚从四川回来 就是我刚刚讲的小孩子 我就想起来 我住的那地方 那个主人的家里 他有一个孩子 那个孩子很可爱 可是他每次要睡觉的时候 他就很不舍得睡觉 他不愿意睡觉 然后他在那个床上 就这样一直挣扎 然后乱叫 然后可是没有人理他 他们家都没有人理他 可是一下子 他就睡着了 结果他爸爸就说 他就是规范他 不可以超过几点睡觉 他就是要睡觉 他不管怎样 就不理他 所以就是 他没有他自主的权利 这个父母就是规定 他就是这样 然后他该吃饭就吃饭 然后吃完饭的时候 那个父母就跟他讲 你现在就是要去睡觉 他要睡午觉 然后他睡很多觉 小孩子就是要睡觉 小孩子就是这样子 他虽然是一个儿子 他虽然以后长大 要承受他们家的许多产业 可是他就是还是个小孩 所以他们家的用人 都可以规定他 因为他们家用人很有权柄 爸爸妈妈说 吃这个仆人的话 他就说你要吃 他虽然是主人 没办法 就要听仆人的话 一样的 所以呢 虽然是承受产业的 是权业的主人 但是孩童的时候 却与奴仆毫无分别 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只等到他附近 预定的时候来到呢 他才能够承受产业 所以我们作为孩童的时候 我们是幼稚的神的儿子的时候 我们也是需要规范 也是需要教导 很明白清楚严格规范的教导 可是呢 另外一种儿子 当他长大的时候 希腊文用另外一个字叫 就是一个成熟的儿子 那这个成熟的儿子 他可以做什么事呢 神对这个成熟的儿子 有什么期待呢 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三节说 我们要与神一同审判天使 这个就跟小儿子 就是小孩子就非常不同了 跟孩童就非常不同了 这个时候成熟的儿子 他甚至有权柄 跟他的父一同审判天使 还有在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说 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同作王 哇 所以这个成熟的儿子 可以同作王 你知道你以后要做什么吗 你知道你以后要做什么吗 对啊 怎么那么不确定 你要作王 我们要作王 我们是上帝的儿子 我们要作王 而且我们从现在就要开始学习 神其实现在就开始来训练我们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受洗之后 我们接受耶稣之后 我们的地位就改变了 我们就是神的儿子 并且我们实际上 真正所在的地方 我们的灵 我们真实的人 是在天上 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 我们知道这个事实 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对我们日常的生活 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第一点 我们成为神的儿子 代表我们跟神的关系 就是确定的 不管我们被神所选招 要来服侍他 有的人说我们现在是服侍神 我们是神的仆人 对也没错 我们是神的心腹 也没错 这些关系全部都可以重叠 但是在这所有的关系当中 一个最基础的关系 大家永远不要忘记 不管你是做神的仆人 不管你做神的心腹 不管你做神的朋友 我们总是可以回到 这个最基础的关系 就是我们是神的孩子 我们是神的儿子 这四个关系是重叠的 而在这四个关系当中 我们总是以一个 这个关系是最基础的 一定是要在父的里面 在父的爱的里面 我们的心才会平静安稳 我们才会得到全然的满足 不管我们成长到什么样的地步 我们永远可以回到 我们是上帝的孩子 所以这宇宙的君王 永恒的上帝是我们的父 是因为爱我们的父 是一个永远不离弃我们 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父 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父子的关系 是因为在基督里 我们跟他之间是父子的关系 我们不是一个故宫 我们不是像葡萄园的主人 所跟工人有一个对价的故宫关系 我们不是这样的故宫 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一种亲密的关系 他是非常非常爱我们的 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 我们所要发展的就是 作为神的儿子 就是要发展我们与父之间 一个亲密的关系 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个亲密的关系 永远都可以更加的亲密 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关系 而且是一个基础关系呢 假如我们要更深的认识我们自己 我们就要更深的认识神 唯有在跟神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中 我们才能够认识我们自己 大家知道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 每一个人的名字 你读他的名字 就是他是谁谁谁的儿子 西门的儿子 谁谁谁 为什么 因为他都要讲回到他是从他的父是谁 讲到他的父是谁 就讲到这个人的核心身份 他这个人是谁啊 是要看他的爸爸是谁 所以一个人他出生在哪里 他的父亲是谁 就决定了他的身份 就代表他的核心的价值 唯有在我们跟神之间 不断的发展这个亲密的关系 我们里面的价值感 我们才会真正的认识我们是谁 我们才能够有真实的安全感 当我们活在这样的安全感当中 不管别人说你什么 不管你的环境有怎样的变化 你永远都不会被动摇 你不会对自己的价值感到怀疑 或者是对你的前途感到迷惘 或者是遭受很大的挫折 没有办法站立起来 因为你的核心价值是非常的稳固的 所以在这第一个关系当中呢 就是要培养与神的亲密关系 我们与神亲密 我们里面的核心价值 我们是谁 我们就越能够确立 当我们越能够确立 我们是谁的时候呢 我们就越加的有信心 所以要知道 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最基础 一定是要培养 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爱的关系 先不要说做什么事 神为你为我做什么事 我有什么呼召 我有什么想望 这个都是其次的 我们跟神之间建立一个 最基础的关系 就是一个起初的爱的关系 当我们与神之间 有这个亲密关系时候 我们就会慢慢的变作成熟 有一些人他虽然有恩赐 你知道我们只要花时间去祷告 我们只要花时间去读神的话 神总是会给我们恩赐 神就是很喜欢给我们礼物 他总会给我们恩赐 可是并不代表 这个人就会成熟 可是当我们与神发展亲密关系 你就会发现这个人 他越来越跟他爸爸很像 他跟他爸爸越来越像 他会有他爸爸的品格 他会有他爸爸的恩赐 能力 然后圣经跟我们讲说 耶稣基督在神在人眼前 都蒙恩 神的恩惠常常会在他的身上 而且他越加的有信心 因为信心的来源是 信心的来源是什么 是爱啊 是不是 深发仁爱的信心 我说这句经文应该是 他原来的意思是说 信心的动力 信心的基础 为什么会有信心一个人 有信心没信心的根源在于 他有没有上帝的爱在他的里面 有爱就有信心 因为爱是一种信任嘛 所以有爱就有信心 所以你常常花时间 跟神在一起 就是敬拜他 你就随便发出一些声音 敬拜他都可以 我有一次跟一群传道人在一起 我们就一起等候神 当中会弹吉他的 他是一个英国人 他会弹吉他 可是他说他不会唱歌 他说他唱歌非常难听 所以他不能够待敬拜 可是他会弹吉他 然后另外有一个 我不知道他是哪里人 他说他会吹笛子 吹笛子就不能唱歌 对不对 所以没有人带敬拜 可是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以前没有佩搭过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就是一起 我们要寻求神嘛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说 怎么办 我们就是不管 我们就是来敬拜神 弹吉他的那个传道人 他就弹 可是他其实 我觉得他不是非常会弹 就是普通会弹这样 他会一些和弦这样子 然后他就弹弹弹弹弹弹 可是他就是按照他自己 他就很快乐就在那边敬拜神 然后吹笛子的那一位呢 他是翻译圣经那一位宣教士 这是教那个少数民族音乐的 然后也没有谱啊 所以他就开始吹 然后我们其他人干什么 有一个传道人 他也不太会唱歌 可是他会这个技能 他很会 这个叫做什么 弹指 他很会弹指 然后还很大声 然后我们就说 好 我们现在来开始敬拜神 因为也没人带敬拜 然后也没谱 就开始了 开始以后呢 那个弹吉他的那个牧师 他就 他就弹弹弹弹弹弹弹 那个吹笛子 他就自己在那边吹吹吹吹 我也不管他们 我就自己在那边敬拜神 然后有一个旋律 就从我里面出来 我就开始唱 我就听到隔壁那个牧师 他就在弹指 可是你知道 过了一会儿以后 整个的敬拜 都变得非常的和谐 就变得非常的和谐 然后那个吉他跟那个笛子 他吹的是中国的笛子 其实我觉得 他吹的比较是中国调 不是西方的调 可是他弹那个吉他 他也没有弹什么特别的调 他就是弹和弦 他们两个居然配得起来 就是有一种和谐存在 然后呢 我就在那边唱唱唱 我唱一唱唱一唱 突然我就唱出很多的预言 我就唱出很多预言 可是这不是我先想到的 大家知道吗 这不是我先想到 然后我就是唱 我就是敬拜 我就是敬拜 我没有想什么 我就是敬拜神 然后我就唱出很多预言 所以就是神的灵 在我们的当中运行 神的灵 他自己在那边运行 你要释放你的灵 所以你自己在家敬拜的时候 要不要管你唱得好不好听 最重要的是你的灵 来敬拜神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开始敬拜神 你就要开始敬拜神 神有在你里面有什么话 你就开始送赞他 他放在你里面什么话 你就要开始送赞他 你会发现你一开口的时候 那个话就源源不绝 那话就源源不绝 我就讲出很多预言 很多预言 然后我讲完以后呢 我们后来敬拜 我们敬拜很久 就这样敬拜 敬拜了一个多小时 敬拜完了以后呢 有另外一个姐妹 她就说 你知道吗 你在唱那些这个预言的时候 我就看到图画 然后我看到什么 然后就就这样 这就是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就这样 就是你的灵要很自由 你就相信 神不是跟我们讲说 有两三人同心合一的时候呢 基督就在我们当 所以你根本就不要管那些 这个世界上做什么 还是我们今天没有人带敬拜啊 唱得不好听啊 这个不重要 当然不要太噪音嘛 最重要的是 是我们的灵在敬拜神 你就是要敬拜神 你就不管你就是敬拜神 因为神真的在我们的当中 而且我们不是与神一同坐在天上吗 对不对 就是要敬拜神 我为什么讲到这个 就是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来到她的前面 你就知道她是爱你的 你也爱她 我刚刚在来这个协会的过程当中 我就在捡运上 我就看到一个妈妈推一个小孩 然后一个爸爸带一个小孩 他们是不同时间上车 结果一个爸爸带的那个小孩 就开始咿呀这样子 然后他就把那个小孩带到 这个是一个妈妈带女儿 他有推车的这个地方 原来他们是同一家人 他就把这个一直讲话的这个孩子 放在他们的车上 他们车可以坐两个孩子 一个很小的孩子 他一接触到那个车的时候 他就开始讲更多话 更多话 更多话 当然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没有人听懂他在讲什么 可是他爸妈妈就一直回应他 就觉得非常高兴 然后他一边讲 他就拿他手去抓他姐姐的头发 可是你知道 他就一压在那边讲 他就很高兴 他就很高兴 因为他显出他要去 他要去那个车子 他爸爸就带他过去 他就一直讲个不停 一直讲个不停 可是车上也没有人嫌他吵 他真的就是在讲话 还匕首画脚 我就想到我们敬拜神 就是这样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就是这样子 这是一种心灵跟诚实的敬拜 你知道吗 你会自然的在灵里面 神就调整我们 就是会变成一个很美的敬拜 就是神很同在的时候 就是神很喜悦的时候 他喜悦我们的心 他喜悦我们的敬拜 就会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这是我们跟父神之间的关系 不管你在地上的父 也许是什么样的形象 我们都可以转换 对不对 在地上是不完全的 没有一个完全的父亲 可是天上的父是完全的 所以这是我们跟神之间 重要的一个基础的关系 我们在神的里面 就是一个满足 就是一个满足 我前天等候要去聚会之前 外面等候 那边人来人往 然后很吵杂 我想我坐在那边干嘛呢 我没有事情 然后我想说 嗯 我现在去天上 拜访我的天父 很吵杂 我就不管别人 因为没有事情做 我就拜访我的天父 就在那个很短的时间里面 我就看到一个异象 异象马上就开始 耶稣就牵着我的手 走到一个花园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说这里是什么花 那里是什么花 这个是我种的 那个是你种的 我完全没有记忆 为什么是我种 他说这是我种的 这是你种的 然后这是哪里 这是哪里 然后他就带到 带我到那个河旁边 我们就坐下来 就没讲什么话 就坐在那边 一会儿以后呢 就有人来叫我 就不能够继续在安静 不能够继续那个异象 然后你知道我走的时候 耶稣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 你随时都可以回到这里来 哇 我眼泪就流下来 我觉得主好好哦 好爱我们哦 你知道这根本就是 很吵杂的环境 然后就在那个 很短的时间里面 我就想说 我就来跟主亲近 来拜访我的天父 看神就是这么美好 他说你随时都可以回来 随时都可以回来 这不会是我想的 我不会想这个话 所以神非常的信实 就是我们跟神之间 那个关系是完全的满足 你如果要培养 你跟父神之间 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 我真的可以建议你 从诗篇23篇开始 你就是默想他 你就是默想他 在你的里面默想他 然后用你的声音 对神唱出他 就是一直默想他 我们刚刚是不是在 吟唱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在星期六的时候 不知道哪一个星期六 我忘记 我们借着我们的呼吸 按着我们呼吸的步调 来称颂主的名 让你的生活里面 让你每一个呼吸 都在主的里面 这是培养我们 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 你说可是我不知道 我的头脑里面 也许他没有对我说话 或是什么 不重要 我们刚刚是不是读到说 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跟耶稣一同 坐在天上 所以你知道你做的 每一个动作 你的每一个思想 都在基督的里面 他都是知道的 只是等你 有没有一个机会 让他回应你 你就会慢慢知道 他是如此的真实 然后你的心会得到 极大的满足 不必去外面 party都很满足 那是一个真实的满足 在你的里面 这时候 你的信心 会大大的加增 你知道我们的 我们所活着的国度 我们信的上帝 是如此的真实 当我们与耶稣一同 坐在天上 那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 天是不是已经 向我们打开了 是不是这样 我们需不需要 还祷告说 神啊求你为我 打开天门 需要这样吗 你不太确定 需不需要这样子 不需要 你知道当耶稣基督 钉死在十字架上 断气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 慢子从圣殿 从上到下 怎样 裂开 就代表说 我们随时都可以 进到父的面前 是因为我们在 耶稣基督的里面 所以你知道 天门总是向你打开的 只要你在基督里 不要再觉得说 我现在祷告 到底神有没有在听 我可不可以上到天上去 我可不可以 怎么样 不用再怀疑 因为当耶稣 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担去了这一切的罪 他已经把 慢子打开 天门已经向我们敞开 我们与耶稣基督 已经一同坐在天上 如果我们与耶稣基督 一同坐在天上的话 那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要讲说 哦 父啊 我摇动你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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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听我 我们需要这样子吗 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 你在哪里祷告 你的地位在哪里 你在地上 你在地上祷告 哦 主啊 有魔鬼 捆绑魔鬼 神啊 捆绑魔鬼 我打魔鬼 你需要这样吗 我们地位在什么地方 我们在天上 有很多人说 有这个一层天 二层天 三层天 讲到 在我们这个环境 我们看到在地上 这个叫第一层天 好 眼可见的 然后在空中的 这个气氛呢 叫第二层天 然后呢 这个天堂在第三层天 我曾经还看到 有人寄给我 那个YouTube 还是很 什么名讲员 说 我告诉你 你祷告的时候 一定要很诚心的祷告 然后呢 你如果不诚心祷告 中间你的祷告 就被魔鬼拦截 然后上帝就听不到 你就祷告 我想说 如果这样教的话呢 那弟兄姐妹们很害怕 我今天祷告这么久 上帝导致听到 没听到 我到底是圣节 够圣节 不够圣节 我的祷告 有没有被魔鬼拿走 我都很紧张啊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坐在哪里 我们坐在天上 与基督同在 对不对 的确在 所谓的第二层天 是有空中执政掌权者 你知道吗 本来空中就应该有 执政掌权者 可是这些执政掌权者 不应该是魔鬼撒旦 应该是天使 神本来就差遣天使 要在我们的空中 就是 哪个是他管辖的 可是是因为 我们本来 那个领域 也是我们管的 可是亚当把这个领域 给了撒旦 所以是换他们管 是这样子 可是重点是 当耶稣基督为我们 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与神 同坐在天上 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若是以一个 在地上的一个 姿态来祷告的话 你的信心 你的认知 你的灵 是在地上祷告的时候 你一定是苦苦哀求 然后你一定是去捆绑魔鬼 然后你要去打魔鬼 一个什么样的姿态 地上的姿态 在过去 神会容许这些事 神也有很多人这样做 我们也看到果效 可是大家要知道 神有神的季节 那个季节已经慢慢退去 已经慢慢退去了 你说牧师 那你这样子都讲的话呢 是不是 做那些祷告的人 他们的祷告完全没有用呢 不会的 神会有恩典 会有怜悯 可是 他们会发现 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那个祷告的果效 似乎没有像以前那样 他们不断的捆绑捆绑 也没什么用 他们发现 他们必须要有一些改变 因为神已经往前走 所以当我们与神一同 坐在天上的时候 我们需不需要害怕魔鬼啊 不需要 你坐在天上 你怎么怕魔鬼呢 大家知道 所谓的一层天 二层天 三层天 所以这其实是 属灵的领域的不同 他不是真的是 线性的 你知道吗 属灵不是线性 好像蛋糕 一层两层三层 不是这样子的 属灵讲的是权柄 权柄讲的是地位 和关系 我们跟神的关系 决定我们的权柄 我们对于神的认识 决定我们的权柄 不是你在地上 你的头衔 那个跟属灵的权柄 没有绝对的关系 有的时候有 可是并没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的 我们现在的眼目 我们现在是看到 如何从天上 我要带领大家走的方向 是如何在天上 在一个神的儿子的 真实地位的里面 我们怎样活在这个地上 所以当我们了解 天堂已经为我们打开 天门已经为我们开启 我们就不必再恐惧 我们不必恐惧魔鬼 我们不必一天到晚 想这个攻击 那个攻击 什么这个 不用 因为我们已经在天上 可是牧师今天 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要提醒各位 这不是一个律法 因为你有信心走到哪里 就在那里 如果你的信心只是 我还是要在地上求 那你就求没有关系 直到有一天 你的信心成长了 你真的觉得 你回去默想牧师 讲的这些经文 你觉得 是哦 我的心告诉我 我真的是上帝的儿子 我干嘛怕你魔鬼呢 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你了 你的信心到那里 就到那里 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些东西 当做律法 按着我们的信心而行 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我们是得胜者 我们不是受害者 不要常常老是想着 别人亏待我们 或是我们 谁缺了我们什么 谁缺了我们什么 哎呀 人缺了我们什么 不重要 不用在乎 重点是我们的眼目 我坐在哪里 我坐在哪里活我的生命 我坐在地上 跟人在那里计较吗 还是我坐在天上 与耶稣一同并行 学习 掌权作王 所以当我们开始 跟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当我们开始与父神 有一个亲密关系 跟圣灵有个亲密关系之后 这个亲密关系 就带领我们里面的本质 我们的身份认同成长 并且确定 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 一旦我们的信心 到了一个地步 知道我们真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怕魔鬼了 我们的眼目根本就不去管它 我们也不用去研究它 你知道在过去的时间的里面 好长一段时间 大家都是要去研究 这是什么灵 那是什么灵 也不是什么不好 就是认识 因为圣经里面也还有各样的灵 其实有一本书 我有在写 可是写一半 因为常常赶鬼 就是觉得说 好 就来把它记录一下 的确是有各样的灵 是没有错 可是我们的焦点 不应该是一直想说 这个是什么灵 那个是什么灵 你知道吗 就像我就很喜欢 约束亚的时候 他来到我们当中 他说你们知道吗 在台湾的上空 是什么灵 掌管 是圣灵在掌管 他说你要拿出笔来记 我一来到台湾的时候 神就跟我讲 台湾上空有一种灵在掌管 大家都很紧张 什么灵 圣灵 是圣灵在掌管 我们的意识 我们的焦点 我们的心要放在什么 放在神的国度里 要放在神的身上 好 我讲回来 我刚刚讲到 量子物理告诉我们说 有很多种可能同时存在 可是真正的事实发生的 那一个可能 是在于我的观察 所以当我还不认识 我是上帝的儿子 我还一直想着 我在地上那一苦苦哀求的时候 你的实际 你的世界 就是那样 可是当我的信心 已经承讨到 我是上帝的儿子 哇 台湾的上空 是圣灵 所以你们发现 牧师现在带领大家 做祷告会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在呼召 台湾的什么 命定 对不对 我们在呼召 台湾的命定 我们在向神 得到启示 台湾的命定是什么 然后我们对台湾 发出命定的呼召 我们对台湾说出荣耀的话语 这是我们的实际 它要成为台湾的实际 你看仇敌 他很厉害的工作 就是他让大家都有负面的思想 大部分人不了解这些的道理 他们就说 就是这样 你看社会真的是这样 那他的实际 他的焦点 就让这个地方 真的成为那样 所以很重要 这个不是 我们不是讲的是 这个什么 正面思考 大家知道吗 积极思考力量 我要宣告 不是这个 而是我们有实际的真理存在 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我们的思考 我们的生活 一切是来自于我们的信心 而这信心的根基在哪里呢 在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若是没有这个关系 你只有一些知识 没用的 大家知不知道 士基瓦的儿子在赶鬼 有没有 那鬼说什么 保罗我知道 耶稣我知道 你是谁啊 因为他就 在灵界里面 你根本 你又没有信心 在你头上 也没有耶稣的记号 你是谁啊 我不认识你 魔鬼就跳在他身上 欺负他 按着信心 而信心的根基 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们跟神之间 最一个基础的关系 就是一个爱的关系 要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真正知道我们活在爱中 好 所以 我们既然知道 我们是谁 所以我们的祷告 就会改变啦 所以你的生活的 内容跟方向 就会改变 就算你碰到 这个不愉快的事情 你也会知道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上个礼拜 整个礼拜 我住在一个旅馆里面 我住进去第一天 我的房卡就不见了 我上次去大陆的时候 我就学到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去欧美住旅馆的时候 那个房卡就丢掉 没有关系 对不对 可是不行 我现在告诉你 大陆房卡一张50块人民币 丢掉要赔钱 所以我第一天进去的时候 我房卡就不见了 我没有时间去找 所以我就 跟楼下柜台又要一张房卡 所以我现在有两张房卡 对不对 可是我第二张房卡又不见了 嘿 才两天 我想说这怎么好呢 可是我没有时间 也跟人家讲 我房卡不见 后来我第二天 房卡又不见的时候 我回到旅馆的时候 我就决定 我不要第三张房卡 我就去跟柜台人讲 我房卡在我的房间里 其实我不知道在哪里 我说你帮我开门 他就去帮我开门 在路上的时候 我就跟我的天使讲 我说请你帮我 把我的房卡找到 我说我已经掉两张房卡了 我说请你帮我的房卡找到 然后后来 他帮我开门 进去的时候呢 我的房卡就在桌上 躺在那里 在我的眼睛前面 你知道我之前找到的都没有 我才去要第二张 结果他就在我前面 我就很高兴 我就说好 天使谢谢你 第二天碰到聚会的另外一位 我就跟他讲这个事情 我说我做一个见证 我说那个天使帮我把房卡找回来了 他说哎呀感谢神 他说天使帮你找回来房卡 真好太好 我们感谢神 然后我突然从我嘴巴冒一句 我说我要两张都回来 他就觉得 有一张就好了 你要两张都回来 我说我要两张都回来 天使请你帮我把两张卡都找回来 我们就 讲完话以后 我就回到我的房间 第二张房卡 就摆在我的桌上 就在那里 你知道因为聚会的时候 我可以怎么想 我可以想 属灵征战 对 你讲到属灵征战 合理吧 魔鬼攻击 对不对 让我损失 好我现在捆绑他 捆绑他 捆绑他 我也可以这样做 是不是这样 可是我拒绝 跑进那个战斗里面 跟他胡搅蛮缠 我干嘛 还为我的房卡征战 我重点在聚会 我为什么要花这个心理 我才不要 我天使就叫他去找一下 就给把他找回来 就这样 是不是很轻松 我举这个例子给你听 这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 我们用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想法 那我是神的儿子 我请天使去找一下房卡 不算过分 对不对 所以 我就请他帮我找回来 两张房卡 真的 第一天 那张房卡就躺在桌上 第二天 同一个地方 房卡还在那里 这个无可否认 你知道 你的事实在哪里 你就活在那个当中 神是爱我们的上帝 不要跑去跟魔鬼 胡搅蛮缠 他已经被打败了 好吗 你知道吗 他已经被打败了 所以你如果碰到什么 其他挫折的事情 哎呀 不要一直往那个地方去钻 不要往那个地方去想 那你就跟他搅在一起 我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